大家好 我是團長Joey 多次你又來看我 好了 今天又是在Toulouse的行程 我終於終於終於可以走出真正的市中心了 因為前幾天走都走不到 所以有一天我走到差不多接近市中心 但真的走不到下去 今天就可以去啦 今天我將會去這裡的街市 其實現在的時間是12點半 但好像星期六是2點收 我希望去的時候可以買到一點點食物 做我今天的早餐和午餐 其實這裡已經是距離市中心 大概5分鐘左右的路程 但人是非常少 還有很多店舖都沒有開 但今天是星期六 所以我還在觸摸這裡的生活節奏 因為我試過平日的下午2、3點來到的時候 很多都關門了 因為晚上才會開門 但是呢 今天已經是星期六了 還是不開門 唉 法國人你們真的很懂得享受生活 我真的好喜歡這裡的氛圍 真的優雅 精緻 你看看這個 哇 連吃過甜品的叉都這樣 這麼漂亮 你喜歡這個嗎 不 謝謝 謝謝 你真好 我只是進來逛街 他問我喝不喝茶 你說我喜歡這裡是否有原因 真的有原因 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Toulouse是一個很出名 叫做Pink City的地方 因為它是用了很多這些紅色磚牆 然後在高空看上去就好像一片粉紅色 有些人就會說這些磚牆 其實根據不同的陽光曬下來 其實就會變成不同的顏色 有時候你會覺得是橙色 有時候是啡色 有時候是粉紅色 有時候是粉紅色 這裡真的很多很多都是這種顏色 你覺得非常實在 哇 這間花店 我真的和這個城市談戀愛 你明白嗎 你看 人們看到我這麼驚訝 每天都看一看 很漂亮 好 太激了 繼續走 這裡也是有這些水喉 狗狗可以即時喝水 又或者人也可以喝 好像 我看到這裡一個最最最最出名的地方 這個是這裡的市政廳 剛巧今天可能是星期六 所以就有一個市集放出來 這個市集我暫時看到 都應該可能是買一些Vintage 因為我看到有些二手書 有些… 有些衣服賣 但是感覺上 不要說那麼多了 進去看了才說 我都未知裡面有些什麼 在亂說 好漂亮 我媽媽說 哎呀 一看到我看書 就嚇倒了 好怕我又買些書回家 已經整個屋都是書 不行 不行 這些不行 這些不行 我看到前面有一輛 遊覽巴士 都好可愛 本來我想多走一會兒這個市集 但我覺得那些東西 不是很法式風格 而且我很怕街市會生 但所以現在都是去街市了 現在 嘩 這個街市也有很多餐廳 是讓你坐在外面吃東西的 這間是專賣酒的店 都好熱鬧喔 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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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很有名的街市 叫做Victor Hugo 高 外面有一排賣新鮮的蔬菜 嘩 芝士的世界 大家知道嗎 法國真的 芝士是有100種 到底那些人怎麼可以認識光的呢 不肯定 你從哪裡來? 香港 哦 香港 歡迎 你第一位我來吃 是的 你從Toulouse 是的 這是我的家庭 我真的喜歡這裡 我真的喜歡這裡 我去到BARCELONA 一個月 但我不喜歡這裡 我真的喜歡這裡 當我來到了 我來到了 好幾天 好幾天 你住在這裡 其實我只想要兩天 但是 我愛這裡 所以我還要再三天 再三天 你還要回來了嗎 但下星期 我需要到Nize Nize 可能是在Nize 對 我有一段短時間去西班 但後來 可能我會回來了 如果你想要拿我的號碼 因為我工作在餐廳 哦 真的嗎 好的 我給你這個 很棒 兩次 兩次 不要忘記我 謝謝 謝謝 我現在 好 我現在冷靜了 我感覺到進來的時候 他看到我雙眼發光 哈哈哈哈 抄了牌子 再算吧 這間店是非常熱鬧 我看到有很多香腸賣 有些果腿 嘩 你看各式各樣的芝士 但我是一點都不懂的 哈哈 雖然這個應該已經是最出名的街市 但也不會有很多遊客來 不知道做什麼 這樣 哈哈 剛才那個男生跟我做這個 北亞手勢 我覺得我 我在這裡有點危險 Oh my God Oh my God 哇 你看這間酒吧 多有型 男生多有型 這裡外面也有這麼多人 他們在做什麼 嘩 全部都是在這裡吃東西 好熱鬧哦 這裡就是賣海鮮的 嘩 你看這些山蠔多少錢 全部都是一個多 這裡真的便宜一點 最小的呢 100元 一隻 嘩 是很新鮮的味 嘩 蝦糕 好正啊 嘩 你看看他們把海鮮 全部排到這麼漂亮 你看 一隻一隻 一隻排好 嘩 這個龍蝦仔他們才排得厲害 甜品啊 看看有什麼傳統甜品 好像 這個應該是傳統甜品 蛋白霜 你好 嘩 它這麼特別的 是什麼來的呢 不是平時的火腿 好像豬辣骨 這樣啊 好 現在呢 走完下面這一層了 就上上面那層看看 嘩 但是我看到這裡可以賣甜品 你看看 這裡全部都是批 好家製的感覺 咦 這個這麼像 昨天吃的布丁 嘩 嘩 YouTube 韓國 哈哈 嘩 嘩 嘩 這裡呢 上一層就是 完全是餐廳 是 很神秘啊 它這裡呢 樓底很矮的 但是呢 就是因為樓底矮 更加有一種很溫馨的感覺 嘩 還有它那些食物的香味呢 是有一種好像 家裡的廚房煮出來給你這樣 因為它的廚房就是在這裡 嘩 嘩 嘩 坐在餐廳中央的位置 You should have a cassoulet OK And it's on there It could be on there OK Toulouse is famous for cassou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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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呢 我就坐下了 剛才呢 隔壁那位哥哥仔呢 他就是 來自英國的 非常之友善 介紹了我 一定要吃這道最出名的 腸仔 所以呢 我現在呢 就等著他過來落單 因為呢 我來的時候呢 我的空姐朋友呢 特別提醒了我來到法國的時候呢 千萬不要 邀請別人過來叫 就是下野 是很不禮貌的 所以呢 我就靜靜地等候他過來幫我落單 但我們現在不慌不忙地坐在這裡慢慢等 好嗎 可以我告訴你嗎 當然 你拿著麵 你把麵 把麵 這是 Goruya 是 芥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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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小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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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辣辣辣辣辣辣辣 剪輪辣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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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 爪中 你搬乳 你搬乳 你搬上 你搬上 含糠 然後裏搬上 含糠 所以我才不吃 然後你吃 然後你吃 你吃 哦 OK 另一位朋友教了我是怎麼吃這道菜 你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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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A lot more Like this more? Yeah a lot more And still a lot more That's it Now the cheese Now the cheese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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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lready know a little about cheese No actually I know nothing about cheese Now you drop it in your sink So Let it sink 好 接著下來就是等它浸下去啦 先試試 嗯 嗯 嗯 它是龍蝦湯來的 嗯 哇 這樣吃是 非常有層次 它的包是煮得很脆 然後你應該想到喝湯的時候會 加上的類似沙律醬 然後再加上芝士 好入別啦 嗯 嗯 哇 太開心了 我終於叫對了 這個是她介紹我吃的 我真的太開心了 因為我完全不知道吃什麼 所以我就聽朋友仔 他介紹我去吃這個菜 這個就正正是我昨天去餐廳的時候想吃 但是我點錯了那樣東西 因為我上網看了這個是非常傳統的食物 有些什麼 我知道它有腸仔 有這個鴨腳 哦 它的底下應該是一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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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很豐富的味 剛剛那些是 應該真的是一些 是一種豆來的 然後它的醬汁 你會感受到 是一種 即是好像 那些人經常說 你婆婆煮給你吃的 一些傳統菜式的感覺 嗯 它除了它的豆 它還有這一塊 我覺得好像豬皮 我媽媽最喜歡吃豬皮的食物 嗯 嗯 這個 我喜歡它 我喜歡它 它非常好吃 它的豬皮味道 一點都不會覺得很油膩 反而是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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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軟滑的感覺 如果有看過我的頻道的朋友仔 都知道我很喜歡 同時吃很多東西的味道 即是如果我 要就這樣吃一個意粉 我覺得很瘋狂 但是 這個 你一碟東西裡面 是可以吃到很多不同的口感 你看到它裡面 還有一些 Bacon 還有一些香料 你知道 哇 它整件事 多麼豐富 你明白嗎 你看它的肉 完全是 已經是 不用擦 已經是會走出來的 很好啊 很好吃 好了 來到甜品的部分 這個呢 也是剛才 隔壁位夫妻 她們介紹我吃的 她說這個 很划算 可以試完 這麼多款 傳統的食物 有一個 Creme Ballet 這個 應該是 類似 Piramisu 不知道 不知道 然後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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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 一些 Berry 醬 不知道 最後 有一個 Expressal 是不是 這個 這個 它介紹的東西 真的很適合我的口味 因為我最喜歡 一次過吃 很多不同的東西 有沒有說什麼次序呢 讓我試試這個 因為這個是我比較不期待的 牛奶布丁 吃這個 OK的 我覺得 就真的是 牛奶布丁 吃這個 這個 又是沒有什麼驚喜 對我來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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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美味 嗯 嗯 這個 應該是最甜的 所以先吃這個 裡面還有一些 餅碎 然後應該是燒湯的醬 上面的Creme 在上面 一起撒了餅碎 很厚的Creme 我看到這裡 每個人都吃這個 嗯 嗯 很美味 好了 到最後 吃這個 應該是最甜的 朱古力 嗯 嗯 嗯 哇 朱古力味 超濃濃 差不多要離開這間餐廳了 乾杯 我喜歡 喝咖啡 好像不應該這樣 好了 吃完東西下來 已經關了 整個街市 大家猜一下 我剛剛吃了多少錢 雖然是很貴 但是我覺得都值得的 我吃了差不多40歐 40歐 是 真的 一天比一天高 我昨天說吃26歐 已經是 在這裡吃最高 29歐 這樣 今天是40歐 對 40歐 你有沒有聽到 40歐 我又叫了一份 哈哈哈哈 超可愛的 哈哈哈哈 哈哈 我喜歡這裡的顏色 粉藍粉綠粉粉粉的黃色 橙色 我來到這裡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河 加龍河 它的旁邊 有一間餐廳 可以靜靜地 在這裡 喝杯東西 吹風 今天 雖然天氣不好 雖然不是藍天 我自己是很喜歡藍天 我是會很受陰天去影響我的情緒 但我今天反而覺得 更加有一種 好像 剛剛被雨水洗完大地的那種清新感覺 不知道你們明白嗎 好像晚上下了雨 然後第二天 被雨水洗乾淨 整個地的那種 那種很舒服的感覺 現在我坐下了這個餐廳 他說今天 因為好像快要下雨 那種感覺 所以 就不能叫 一些飲食 又或者飲飲 那就只有 這些現成的啤酒 還有 酒 酒 我不懂得叫 所以就叫了一杯 小啤酒 我們 Salute 如果那些人 不知道我面前的一句 相機的話 可能他們會以為我 在這裡自然自如 因為 我這個是真的 好像一顆棍子一樣 我很想跟大家分享 剛才我一路走過來的時候 其實沿路上是沒有東西看的 即是沒有店頭 沒有什麼很漂亮的宏偉的建築物 但是我一路是一路走一路走 我是不想停 這裡實際上 你在這條路上走 是真的很舒服 很舒服 你根本不需要找些什麼去做 不需要找些什麼特別的咖啡店 找些什麼小店去逛街 滿足你的購物肉 完全不需要 你只需要走在這條路上 你已經是覺得很舒服 很滿足 由現在開始 我又開始說話 你應該之後看不到什麼景點 我在這個旅程裡面 其實我一直都在想 我完結了一個旅行 回到香港 我要過怎樣的生活 我昨晚在酒店 很開心 煮完一頓飯 然後關燈 在那裡看電視 看完電視 暈了一會 又不是很暈的 我就起身 然後我就打開窗 我看到七黑一片 那時候只是說十點多 整個城市七黑一片 但是唯獨是我對面 對面應該是一個住宅 開著一個燈 然後那一家人就坐在露台上 用著一個很微弱的燈 好像這一盞一樣 微弱的燈 射著他們 然後他們很細聲地聊天 在那裡吃東西 因為聽到那些刀刀叉叉的聲音 我覺得這一個時刻 是很觸動到我的心 我很想很想記錄下 我心想就是這件事 我還立刻在我本日記簿上 我畫下了這個畫面 因為我很想偷拍他們 但是我覺得很明顯 因為在他們對面 我拍他們很明顯 所以我就立刻畫下了 好 去哪裡 我就這樣寫下了這個畫面 對 很簡單 很單純 爸爸媽媽和兒子在那裡吃東西 然後吃吃吃的時候 我看到那個爸爸拿著一幅畫 拿給兒子看 然後他們就在那裡嘩嘩嘩 我不知道他們在表達什麼 聽不到 但是 我看著 很想很想 很想在香港也可以過這樣的生活 我就一直在想 怎樣可以過到呢 我跟姐姐說 努力賺錢 哈哈 但是很難的 你怎樣 所以我覺得 不要逼自己 如果我要 很努力賺錢 然後讓我有一個很大的家 然後就可以過到這樣的生活 那個追求的過程 實在是不容易 你只是香港要找一個 這樣有露台的家 是談何容易呢 所以我覺得 我不要把自己放在一個位置 就是我在這裡 然後我想回答到的東西 哇 很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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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是著眼於我現在 我現在有的那個 我怎樣把我這個 三千多元租 一百尺的小鍋 打造成為 我覺得最舒適的環境 慢慢地做我想做的所有事情 剪片好 畫畫好 上課好 所有事情 慢慢慢慢地 在這個小空間裡面 去感受 這裡很棒 它站在木板上面 所以有人走過去 就會整個地下的震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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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件事 就是我先要做了 先踏出一小步 不要去想 我要去租一個 萬多元的三百尺屋 不要這樣想 很大壓力 真的一步一步一步 我現在一直在想 我現在就去旅行 那些影片就多了人看 收入也多了一點點 但我之後回到香港 我沒有去旅行的時候 那又怎樣 那又難搞 我現在其實很滿足於我這個 這麼小小的族群 我還可以出了一條影片的時候 大家留言 我都可以儘量回到大家 或是IG inbox 我都儘量回到大家 但是如果我想 再去增加多一點我的收入 然後去過度我那個 在那裡淋花什麼的生活的時候 我又要再多些人認識 但是去到再多一些人的認識的時候 那我和觀眾的關係 就會越來越遠 這一個就是我擔心的地方 不過我也是擔心一下子 不是很擔心 因為這些事情太遙遠了 所以到時候他會擔心 所以如果大家在香港 覺得 夜日生活都不知道 好像為了什麼 上班又不開 衣服又受罪的話 來一趟這樣的旅程 你會找到答案 唉 我都不太知道自己說了什麼 但是 我有時覺得這些感覺 一剎那可能就沒有了 所以我們在縮緊 我不知道我媽媽有沒有看到這裡 我媽媽平時不看我的影片 現在條條的影片都看 但是她就說我 不要一直在講經 講一大堆東西 說什麼呢 她沒有這麼說 她說不要說太多東西 帶大家多看一些東西 現在我又在說這麼多東西 星期五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